在印度瓦拉纳西圣城生活着一位名叫西瓦南达的老人 从他拿出的证件来看 他出生于1896年8月8日 到今年已经122岁了 只比清朝的光绪皇帝小25岁 前不久他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旦他的年龄得到确认 他将成长的年龄 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男人 这位跨越了三个世纪的老人 因为家庭贫困 六岁时就被送到寺院成为了僧人 虽然后来还速回家 但他一生都保持着在寺院养成的生活习惯 在媒体公开了老人的情况后 也有不少人专程前往老人的住宿 寻找长寿的秘诀 老人总说他的秘诀有三点 饮食清淡 坚持瑜伽不尽一色 据老人自己介绍 他不愁烟不喝酒 因为从小在寺院长大 也不识婚心 他每天的饮食非常简单 煮熟的米饭加上一些蔬菜就可以了 另外他每天都会练习瑜伽 不少年轻人做起来都费劲的瑜伽动作 老人却可以轻轻松松完成 而且他至今没有娶妻 更坦言还是童子之身 如今122岁的他身体依然硬朗 精神也很好 生活完全能够自立 除了练瑜伽外 他还喜欢到处走走看看 偶尔出门去跟老年人聚个会之类的 由于一直单身 老人并没有子女 现在是由哥哥的子女们照顾他的生活 而他的哥哥早在几十年前就去世了 也有人说老人的生活太过单调 这样换来的长寿没什么意思 小伙伴们觉得呢 1986年 河南盲荡山的几个村民用炸药开山去世 意外之间 竟然发现山中有条十米长的铜钱路 里边还藏有无数珍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 探秘历史原创视频 在下方菜单栏精彩回顾中即可观看